从孟晚舟被无辜扣留加拿大,到如今的新疆棉花事件,背后的始作俑者大家都心知肚明。 孟晚舟作为华为的副董事长,被加拿大无辜扣留已经过去800多天了, 其间孟晚舟从未做出过任何退让,更是向镜头前的国人做出了表态, 我不怕死,我绝对不会让华为和中国蒙羞,正是这样的大意支持着孟晚舟。 再到如今的新疆棉花事件已被曝光,就有许多明星在第一时间站出来表率与其解约, 无时无刻都体现着我们的家国情怀。 在这种爱国情怀下,更是被媒体曝光了一些巨改国籍的明星, 张一谋导演更是宁愿花748万,也要保留中国国籍,无疑是打了不少明星的脸。 下面我们就来盘点细数一下,巨改国籍的硬气明星吧, 宁静的国籍问题一直都在被媒体网友议论,因为宁静曾嫁给美国的著名演员, 还生下了一个孩子,因此许多人都说宁静是美国人了,还在中国疯狂捞机。 其实也不怪网友说,既然嫁过去了,肯定大家也会顺势地以为宁静也改了国籍。 但是出乎意料的是,由于不少网友经常跑到宁静的账号下,什么难听的话都说,宁静是终于忍不了了啊, 就直接将自己的身份证,户籍等证件放在了网上。 当然,证件号是打了马赛克的,毕竟是隐私嘛,但是依旧是有人会不依不饶哈。 接着静姐就霸气侧漏,直接在网上放言称,我宁静,土生土长的中国人,此生唯一的父母之邦,背后唯一的祖国,中国,半秒都没变过。 不得不说,宁静发的这段话是真的够硬,也确实挡住了黑粉的嘴。 但话说出来,人家宁静之前是嫁人了,如果改了国籍,似乎也很正常不是。 并且宁静结婚后,美国也曾多次邀请宁静改国籍。 但是宁静一直坚持自己,从未做出过妥协,这不也证明了宁静的一颗爱国心吗? 比起宁静,张艺谋付出的代价就有点大了。 作为响彻国籍的大导演,张艺谋不论是自己移民还是把妻女孩子送到国外,看起来都不是一件难事。 可到了张艺谋这里,她宁愿花700多万,也不愿让自己和家人和外籍扯上一点关系。 早年间,张艺谋为了让大女儿出国读书,特意申请下了一张绿卡。 可就在申请下绿卡的短短一年时间内,张艺谋就选择将绿卡退回,并且让自己的三个孩子都在中国降生。 更是缴纳了748万元的计划外生育费。 圈内很多人为了让孩子出生就有美国籍,可谓是下足了功夫,就连张子怡,董卿的孩子也是在美国出生。 张艺谋的做法无疑是打了这群明星的脸。 甚至在媒体采访的时候,张艺谋骄傲地说,我一辈子都是中国人,我的孩子也是中国人。 张艺谋的做法和行为,真的是国人的骄傲。 金星曾经更是有四次机会可以加入美国国籍,但都被她给拒绝了。 虽说金星的毒蛇有些狂,在大众面前也存在很多的争议,但她的直接却不得不令人佩服,敢说,而且还说到了大家的心里。 21岁还是男儿生的金星赴纽约学习现代舞,因为表现出色,获得了美国全额奖学金资助。 那时候的金星正在为美国绿卡发愁,这时她想到了假结婚。 于是在艾利克的证婚下,肯波林和金星登记了结婚,而金星也就可以顺理成章地不用改国籍也获得了绿卡。 想到这个思想开放的国家,金星想要成为女孩的思想就越来越强烈, 无奈时机还没有成熟,到了90年代,美国为了笼络人才,规定只要在美国待满四年, 外国精英人士的签证便可转为美国绿卡。 此时的金星已颇有成就,自然在受邀名单之内,但是她第二次拒绝了邀请, 成为女人后的金星,交往了一个比利时男友,两个人的感情很是甜蜜。 在1994年的时候,金星被我国文化部聘请回来,组建全国舞蹈的训练班。 当时金星的比利时男友就说,金星要不要留在比利时,国籍的话她来搞定。 但金星不仅拒绝了男友的劝说,还因此跟她分手回到了国内。 后来金星更是在飞机上结交了爱人汉斯,与德国籍老公汉斯结婚之前, 他们已经在国内收养了三个孩子,但是按照国家要求,一对夫妻只能收养一个孩子。 所以一开始时,在金星的三个孩子中,就只有大儿子的户口。 正当金星要给大儿子上学办手续的时候,却被告知因为她跟外国人结婚, 领养手续要重新办理,而且一半可能要花好几年。 其实这时候,孩子只要跟着父亲入德国籍,就可以解决事情。 但是金星就是不同意,为了不耽误儿子上大学,金星第二天就跟汉斯离了婚, 这才保证了孩子及时上学。 看得出来金星真的是个狠人,也是真的爱我们国家。 等家里的另外两个小孩子到了上学的年龄了,金星为了户口东奔西走, 那时候又有人来劝说她让两个孩子都办理外国的国籍。 但是金星还是拒绝了,金星说不能丢这个脸, 也不愿意让国家出这个新闻,让外国人觉得中国怎么领养一个孩子这么麻烦。 然后学校老师听说了以后很惊讶,也很感动就说, 你让孩子来这里上学,我给你破例。 十年,金星一直为了孩子的户籍到处跑, 直到都有了户籍以后才跟汉斯复婚的。 不得不说,金星是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的爱国心。 就像金星说的那样,有些人嘴上说虽然改了国籍,但依旧爱国, 实则他的心早就不在这片土地上。 既然拿着他国国籍,就不要再回来赚钱。 金星的几句锐评获得一众掌声,也说出了不少网友的内心所想, 真正的爱国往往不必挂在嘴上。 孟晚舟被扣两年,依旧不愿妥协。 新疆棉事件,各个民心挺身而出。 种种事件表明,我们的国家硬气地不止华为, 背后更是有着我们十几亿中国人的爱国心。